和两米十四的王志志结婚,妻子陪伴大志风风雨雨,儿子坚持中国籍,王志志,作为中国男兰的移动长城之一,巅峰时期在国家队更是无敌的存在,但是王志志的NBA生涯却不如姚明成功,因为当年他被国家队出名,还背负上了叛徒的标签,孤身多年后才成功返回,最终重返国家队,和姚明一样,王志志也是出身一样。 王志志对于体育世家,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篮球,还没有18岁就入选了国家队,奥尼尔曾公开表示,王志志是中国内线技术最扎实的球员,若没有当年的聚赛风波,相信王志志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,在2002年,大致为了能够留在NBA,荷兰协主席私下沟通,被允许留在美国, 但是一名女记者发表长篇大论,称王志志拒绝为国家队效力,事情影响很大,当年的10月9日,中国蓝鞋把王志志开除国家队,王志志成功背锅,最终王志志能和蓝鞋和解,重新回国效力,和他的妻子宋阳有着巨大的关系。 王志志在2001年和妻子宋阳结婚,在和王志志结婚之前,宋阳曾有一段失败的婚姻,不过这没有影响他和王志志的感情,在美国的那段时间,正是这位毕产女强人的不断激励,王志志才能继续自己的篮球生涯。 大志回国后,宋阳经常会像一个超级球迷一样,前去为丈夫呐喊助威,激战结束后,宋阳会从观众席上跑下来,与大志紧紧相拥,大志则,会轻轻地在妻子脸上吻一下,千言万语都在这深情一吻中。 宋阳在少有的接受采访时谈到了王志志,他表示大志是非常善良且低调的人,在很多事情尚会吃亏,但坐在生活中非常的体贴,非常感谢他的照顾。 由于王志志儿子出生在美国,大家也在质疑其实不是美国国籍,目前姚明和易建林的孩子都是美国国籍。 王志志在接受采访时,不是特别愿意回答这个问题,他只说了五个字,放心吧,他是中国人。